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记得在很久以前在一个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篇报道 讲的是人在临死的状态下 大概是临死之前吧 身体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还可以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在多年之后 自己竟然目睹了这种灵异的场面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一个叔叔 在这咱姐叫他为二叔 我的这个二叔是在2012年被查出患有肺癌晚期 在之后的一年里又是化疗 打针又是吃药 没少遭罪 可病情还是出现了快速的恶化 到了2012年的7月份 我这个二叔基本上已经下不了病床了 家里边的亲戚也是更换班的去照顾他 到了8月份的时候 我放假回家 隔三差五的帮着家人去跟二叔送个饭什么 记得有一天周末 我去送饭的时候 正巧赶上几个其他的亲戚也在二叔这陪护 看起来今天二叔的精神能够非常好 以往的这个时候他都是刚睡醒 但是现在他却非常高兴的和大家一起聊着天 据我二叔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上非常轻松 在胸腔里的疼痛也减少了很多 整个人都非常的舒服 这种舒服是从得病之后从来没有过的 亲戚朋友们都说 这不是好事吗 今天可得多买几个菜庆祝一下 可是我总觉得二叔并没有显得有多么的兴奋 相反他的反应有一些反常 但是具体哪里不对 我也说不好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 证明了我的感觉是对的 吃过了中午饭 二叔闭着眼就小睡了一会儿 可是他醒来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们这群亲戚都感觉到自己 头皮是一阵酸麻 今天是我的坎儿 如果熬过了几天 那这病可能就彻底好 要是我挺不过晚上 也就差不多要死了 你们到时候也别上火 记得给我穿上装老衣服 二叔说这话的时候 非常平静 好像已经料到了今晚 要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虽然感觉这话莫名其妙 但是还是一个劲的安慰着说 这眼看着就要好了 别总说些丧气话 可到了下午的时候 二叔的行为就开始有些异常 他先是让护士把门窗都打开了 说自己感觉到非常压抑 转不过气来 接着就一趟一趟的摇着轮椅 到窗边哀声叹气的嘟捞着 然后又坐在床上 不停的向门口张望 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别人问他怎么回事 他也不吱声 只要是有人挡住了门口 或者在门边上站一会儿 他就显得非常急躁 这个时候家里边 有些人觉得不太对劲 就找来了医生 检查几次 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直就这样折腾到了晚上睡觉 二叔才平静地躺了下来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半夜家人在给二叔喂药的时候 发现他的身子早已经凉了 当亲戚朋友想起二叔中午说过的话 大家同时冒出了一个想法 原来今天白天 我的二叔是回光返照的 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什么叫做回光返照 通常人在临死之前 都有回光返照的迹象 比如说昏迷多时的病人 突然间清醒 甚至与人交谈 或者是食欲丧失 不吃不喝的人 会突然间想吃东西 这一些病情减轻的现象 是一种假象 给人一种错觉 误认为病人转为为安 而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 这是回光返照 是病人向亲人 决别的信号